是你让我心碎 让我开心流泪 不想入睡 不想河水 只想隐陪 懂得爱的心碎 我也不会后悔 只心去追 只心去给 都是以为 爱穿过你的约会 小霞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看这个 这里有个报道 叫好莱坞十大美女画皮 你看这个大美人明星 没吧 迷住你了吧 再看这个 晕倒了吧 这就是谢了庄的大美人 这俩是一个人 一个人 多丑啊 现在这种女人你能不跑吗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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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 这就说明啊 这女人全靠打扮 你觉得柳漂亮怎么样 挺漂亮的吧 卸了庄 那就是个标准的美女画皮 比我难看多了 你再看看我 是不是觉得我挺一般的 那得包装 我要是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噼里一顿刀吃 那个是我在上街 我保证让所有男孩都上到港马牌上 所以 你千万别以为我形象不好 太夸张了吧 你说你比柳飘飘漂亮 这不是事实 你再说谎 跟你说了美女画皮 你不信 到时候 你亲眼看见柳飘飘你就知道了 哎呀 没办法 有些人就是不分没处 不投资就不投资 有什么了不起 得意什么呀 天底下有钱人多了 又无他一个 没品位 哼 拜拜 两百万是吗 我投 真的 老王 你太好了 王总 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不过 小霞 对你说 万一你真当个超新星 你得答应我 独家做我网络公司的形象代言 那哪用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 好 我真心祝愿你 美人救英雄 救出你的笑容 谁呀 谁呀 怎么样 韩成了 两百万 明天就让方总来商量细节签约拿钱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好 小霞 你真棒 又付了蜜吧 不理由 不理由 小子的关系 终于有救了 飘飘 永知华 我们这下全完蛋了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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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 坦率地说 前段时间我对咱们新梦真有点失去信心 没有歌手 你说我经纪谁呀 前天 方总跟我打电话说要做小霞 我还不以为然 没想到咱们今天新梦就和投资商签了约 而且还开始运作了 我跟随方总做余峰已经三年了 没得说 我会像对余峰一样来对小霞 为了小霞能够夺取超新星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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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咱们就快吃吧 好 我也喝了 离超新星大赛只剩下84天了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而且还要出奇制胜 至于怎么出奇 无悔 方总您给我两天时间 好 我相信你一定能拿出一个好的计划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不光是为了庆祝我们怎么拿到钱 还得做点工作 我想 给小霞取个义名 关小霞这三个字也是不错 他现在是特殊时期 得给他换一个上口 好气 而且也有一定韵味的名字 这样肯定有利于迅速推广小霞的知名度 我想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太好 好 我们大家一边吃着一边想想 Row 1 点数目 5秒 2 点数目 8秒 5 3 志华你干什么 干什么刘特彪 你要干什么呀 把自己工作安排得满满 白天晚上不休息 一有空就喝酒 烟又臭得这么凶 你这不是在毁自己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情味 还在为于峰的事情 不许提于峰 别着急啊 来来来 我给你倒酒 我没生气 要不要 你可以冲我来 可你别再多见了 明天我就带你到心理医生那儿去看一看 看什么心理医生 你才有病 要不把关子去掉就叫小霞怎么样 很亲切的 亲戚和简练都有了 但是还有点平淡 那想了那么多都不行 那到底叫什么好呢 哎 你说起个硬的名怎么样 现在特性这个 你不说 我叫八语 那不想了 那你怎么张飞什么刘备 你就别开玩笑了 我倒想了一个 什么 就叫关小霞 关小霞不是跟您原来的名字一样吗 听我说完 不是霞光的霞 是霞克的霞 这样呢 既可以配合小霞的歌坛的霞女定位 同时呢 男性化的名字也符合小霞的性格特点 你不觉得 也有一定的心意 对啊 关小霞 小霞女 挺好的 赵东 你觉得呢 不说 就是光用耳朵听还行 可是人们也想不到 是哪个匣子啊 不认识 跟听起来是一样的 根本就听不出来 有头不同 我也想了一个 哎 快说快说 水娃 余老板 你好 什么 方美会找过你 她有资金干什么呀 捧一个女孩 你甭理她 到什么时候了 她绝对没戏 哈哈 哎 好好好 谢谢啊 哎 当然要谢了 你对我 总比对方美会更信任一点 好 有关心你吃饭啊 好嘞 好 再见啊 哎 真是够可笑 方美会居然在这个时候 要弄一个什么创作性的女歌手 参加超新星比赛 真是吃人说梦 我回去吧 啊 要走你走 我待会儿 好 我今天 舍命陪君子 啊 这才乖呢 来 喝点 你怎么 尹总 我要输了 我要输了 我要输给别人了 我要输了 输什么输 你输给谁呀 谁能赢得了你 你傻呀 他们要做关小霞 他们要做关小霞 他们要做关小霞呀 他们要做关小霞呀 飘飘你冷静点 怎么会是关小霞呢 那关小霞也算创作性的女歌手啊 那首心醉 他那首心醉 比我专辑中任何一首歌都要好 怎么办呀 林总 我要输了怎么办呀 我没有超新星怎么办呀 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能没有超新星啊 他跟你背情 就算方美会真要做关小霞 那也是绝对没戏 你算了时间 只剩84天 84天里要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丫头 捧成截之相闻的当红歌星 那成功力几乎是零 你怕什么呀 这就像一场足球比赛 你在场上的比分已经领先 离全场结束的时间只剩五分钟了 只要你耗够时间你就赢 你别说了 你以为你的比喻很高明吗 我一个从来不看足球赛的人 我都知道黑色三分钟的故事 不要 你不能把这事当成心理压力 兵来将当我们沉着应对就是了 你这样的心理压力 只会让你动作变形 你有这么明显的优势 你怕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唱歌的天才 你知道吗 你的乐感 你的唱功 光想他跟你没法比 是你了解他 还是我了解他 他嗓子的先听条件 本来就比我好 只不过是我比他刻苦 才练成现在的唱功 万一他找到感觉呢 万一他打头生线练成唱功呢 再加上心罪那首课 我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 当然 你的外形和气体 那么的漂亮 如果我仅仅剩下漂亮的话 我还有把握吗 尹之华你不是一向诡计多端 机关散尽吗 你现在怎么这么蠢 拜托你用点脑子好不好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不是说要轻视对方 我马上就到创作高手那里 去为你找一首歌 一定要找到一首 比心醉更好 你未必能找得到 不至于 他关小夏充击量 不过是个业余作者 中国流行歌坛上 这么多音乐人 不再提什么音乐人 有几个不是拿着八百年前的成名做狠饭吃的 特表 你说这话可不公平 让你一炮走红的其实我很在乎你 难道也是八百年前成名的歌曲吗 可是那首心肺 是小夏用他劝吗 你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我就不相信方美慧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捧红关小夏 我在歌坛上也十几年了 我这次倒要看看他方美慧怎么走这个钢丝 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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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在公司谈 因为有些想法不能让小夏知道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环境比较正规 那你说吧 好 今天距离超金星大赛只有82天了 如果我们先给小夏造型 摄影 再等他练歌 录音 拍MTV 然后再推广宣传 他根本来不及 所以我总的想法是 先宣传 后制作 没东西怎么宣传 没有造型小夏怎么亮相 我的方案是 三天以后就直接举办一个蒙面侠女水娃挑战超金星的新闻发布会 水娃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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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娃必 谁啊 就一封信了 别看只有一封 对于风却十分重要 告诉你 他等的就是这个人的信 亲子 林强 小鱼哥最近还好吗 小鱼哥 哦 你说一封吧 还行 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我不清楚 好像没什么事 就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哎 有一回 我看他的楼下 和一帮小孩在打扑克 是吗 跟他说一声 改天我也去玩 行 他最近情绪好吗 挺好的 哎呀 你不用担心了 我觉得于风挺坚强的 哎 有时我去送信 他也总和我聊聊天开个玩笑什么的 挺好的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小鱼 小鱼啊 哎 你怎么知道小鱼哥在等这封信呢 嗨 我早猜到了 风哥最在意这个蓝色的信封 这几天啊 这个蓝色的信封也天天来信呢 哇 这样太危险了吧 而且我们连冒的是什么险都不知道 可是这样肯定能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 使小鲨一首歌都没唱就能红遍全国 所以说只要小鲨本身是政治的就不怕 不会有事的 另外我们除了请很多记者之外呢 还可以安排几个自己的朋友吗 我们可以引导整个发布会按照我们的想法走 这么做的结果倒是会造成轰动 可是轰动以后呢 我真不敢想 我这是怎么了婆婆妈妈的 行 那我们就这么干 先轰动了再说 好 我就去准备 那咱还来等会我呀 怎么了 看着我的吧 我摆着这一起 你呀 走啊 我要来 我要来 先 有事吗 有事吗 看小朋友卡不够好玩 还是跟他超新星好玩 如果还想当超新星的话 上车吧 赵东 现场的条幅挂上了吗 把音响试一下 行 晚上我去看一眼 好 那就先这样 哎 嗯 行 你是这个地址 让他们把这份通稿 装盯一下 要求我都和老板说好了 一共要 六家电视台 七家电台 三十四家报纸 十六家杂志 方总 您看 新闻发布会上 我应该说些什么呀 你自己看着说吧 喂 喂 是流行站线吗 请帮我叫一下记者姚曾 我是新闻发委会 啊 好 谢谢 我给你两千万 一千万用来准约 一千万用来做宣传 把超新星拿回来 我帮那儿我一个 祝你 我给我 你来找看 我说你 你去哪里 那些人 你会不想 我来找到 你来找到 你来找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不再是受人追捧的歌星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到要看小孩子玩牌的午夜青年 我想想 除了我 谁会来救你 谁又能救得了你 你回来 小霞 方总的发言稿我还没写完呢 明天就该发布会了 你总得教教我 怎么回答那些记者的提问吧 他们怎么问你怎么答就行了吗 你这么能说还用别人教吗 你再不放手 我可用狠情默默的眼睛看你了 小霞 你真是照亮我心里 好 这跟你说的 明天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除了什么你是没赖我 行行是行 蒙面侠女挑战超新星新闻发布会 蒙历 找两个关系不得记者去看一看 蒙面侠女 最后一点要向媒体宣布的 是本公司将在一个月后 也就是11月12日晚 在长城卫视的绝对主打节目中 让雪娃小姐接下面具 并现场演唱 由她本人作词作曲的主打歌 心醉 本公司全体员工相信 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不管会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 新梦和制华网络合作推出的歌手水娃 必将成为新一届超新星的得主 希望媒体朋友们多多支持水娃的宣传推广 谢谢大家 方总已经向各位记者谈了这次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由水娃小姐回答记者提问 提问时间15分钟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幸会 幸会啊 请问水娃小姐 水娃是您的真名吗 不是 那你真名是 关小霞 你为什么取名水娃呢 这也都不明白你还当什么记者 水娃听起来多像歌星呀 关小霞 一听就是个歌迷 我是说你为什么想到用这两个字不是其他呢 因为我只喝水 不喝任何饮料 茶 酒 都不喝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不能告诉你了 水娃小姐 星梦以前力捧于风当今年的超新星 你自己认为你的实力和于风怎么比 我比于风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你怎么能当超新星呢 于风不是被风杀不能参赞了吗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了 我比猴子强不就行了吗 你所指的猴子是不是柳飘飘的 对 就是他 那你对于风遭封杀 和柳飘飘与于风突然分手怎么看呢 这个嘛 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 是尹志华和柳飘飘设的圈套 柳飘飘是假装和于风好 把于风拼到军心堂以后 再把于风封杀 还让柳飘飘当上超新星 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 那还有什么证据 柳飘飘就是通过我认识于风的 柳飘飘根本就是尹志华的情妇 请问水娃小姐 你认为你创作的新罪 比柳飘飘的其实我很在乎你如何 当然更好 强制百倍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柳飘飘和于风 从恋爱到分手的具体细节 这个从现在开始 水娃小姐将不再对于于风和柳飘飘的事情做出任何答复 请各位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水娃小姐本人 对不起 快点快点 这里头这边说完新闻 近来流行乐团R&B风格盛行 你将要推出的这首新罪会是R&B风格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R&B 我觉得一首歌好听就行 那你学过作曲吗 没有 那你怎么写歌呀 哼哼 哼哼 怎么个哼哼法呢 就这样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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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你没人理你强吧 流行感冒也很好嘛 这么老天儿的笑话 亏你还记得住 那有一首歌就叫感冒 可惜没有流行起来 如果要流行起来 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歌手琴芳有一首作品叫 我为你心醉 和你的歌名差不多 你觉得他写的好 还是你写的好 当然是我写的好 他一个同性恋 懂什么男女间的感情 乐坛里你还知道有哪些人同性恋和隐君子 我不说了 这个其实你们比我 两部分 能不能说一下片方链是场阴谋吗 你在这儿阴谋中扮演什么角色 对不起 刚才我已经说过 水丸小姐不再回答这个问题了 对不起啊 回头一回三天 水丸小姐你觉得你自己长得漂亮吗 不漂亮 不过比你也好看 不过比你也好看 好 到此结束 到此结束 到此结束了 有多年请你 请你回答一下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 我和水丸小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 我现在只想唱好自己的歌 我不想唱 不要行 那你别作用啊 就没劲 还要看她春天不大 loss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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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我的心也没踏实 幸好没有谁真的起诉我们 那些人更不踏实 心更虚 你的错已经比我想象中的轰到海了 不过今后就说吧 我看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从现在起 你要严密控制小夏与媒体的接触 好好教他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明白 身世已经造出去了 要得超新心 还得靠作品和演唱实力 小夏的歌练得怎么样了 已经在马老师那上了三节课了 有些进步 但是效果还不明显 要鼓励他抓紧练 照片也拍得差不多了 小夏也录了 我看事不宜迟 三天后 你就秘密地拍上MTV 你再好好帮着想想创业 车子 闪风 风哥 方总呢 方总 吴辉小霞都在里边 把这几套服装都戴上 让导演看看行不行 要是不行的话 算按他的要求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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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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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